各位五安 這個是因為Google清除了 應該是涉及黃標有關的相片障礙 因為這個問題 不單是公開了而寫了上去白宮 現在他們暫時給我正常的相片時間 當然我猜出白宮之後怎樣收拾有牌的 至少不會影響這段相片時間 所以我可以用一個很快的 至少我可能生活作息時間可以變回正常一點 因為我不需要等待他的處理時間 而我可以比較隨心所欲去決定什麼時候出片 這個很重要的 我想其實黃標這個問題 有些人搞小動作是搞得很離譜的 就是以我的交流的模式 你問黃標是不是很影響我的收入 就不是的 但是很影響我的工作時間 就一定是的 有人在浪費我的時間 OK 就是我希望YouTube那些華裔員工 自己這麼清楚去玩東西 你跟我玩東西沒什麼好處 OK 不是每個人好像劉政那些這麼厚面皮 用一個收費的Patreon來寫誹謗文章 我會認真處理這件事 已經著手認真處理 無終身有寫衰別人 還好意思收人錢 我都沒見過那些人這麼無恥的 給錢的人是傻的 我可以說 當然我現在不是 這個三點鐘的題目 就不是講這件事 今天又是講直行富士 直行富士又爆料 就說美國因為怕政權交接期間 不方便派航空母艦過來 所以 就英國的航空母艦 伊利沙伯二世號 有可能閃電停泊台灣 我之前都講過 其實上個月又是直行富士爆料 我都說直行富士這件事很奇怪 因為它是產經新聞集團 所以它說的話 是半真半假的 你不能夠當百分百真 但你說它是不是完全天馬行空 無的放置亂作小說 又不是 它有些了道 即是伊利沙伯二世號的航空母艦 已經唯一可以肯定 它會來遠東 但是遠東它會停哪裏呢 我估計不會停新加坡 但是如果它停台灣 就 很大件事 告訴你 我暫時 我傾向不相信會停起台灣 但是如果真的停起台灣 我想 如果真的知道停起台灣那天 你居然還能離開的話 我只是說你很幸運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真的停起台灣 就開片了 說完了 你這樣說 英國 派航空母艦 公然停起台灣 即是你承認台灣 即是斷交 接著你停泊台灣的話 即是你守衛台灣 你是不是承認台灣地位 即是界限界 南北的問題都解決了 那中國見到這樣的情況 你覺得香港的BN還不變人之 你還不是即時開片 即是 由一個軍事角度 已經感到就是 嘩 如果曾希奇這個計劃的話 你香港人就不走不行 大哥 喂 是不是這麼大劑 先看看 這個是直行富士報 最慘的是 如果它是其他直行報 如果 武俠小說而已 我可以直接給你這個結論 這個是武俠小說 這個是Fiction 這個是Pub Fiction 這是Pub Fiction 算了吧 問題又不是 你直行富士的東西 這傢伙說的東西半針半解 他又有些了道 這個是有人放風的很明顯 放著不知道什麼風 OK 即是放著風 就是應該台灣和英國的關係 應該是有進展的 因為 這件事情 如果你一直聽開我這個頻道 就明白為什麼 那個 即是直行富士方豐都說 是英國航空母艦派去台灣 是不是英國航空母艦派去台灣 不知道 我只是給你一個問號 我告訴你 因為如果你爭氣做這件事情 你現在就要馬上離開 基本上 要即時撤離 基本上 就是我想 如果你做這件事情 跟你平權 就是平權 所有人派B師 沒有分別的 我告訴你 是一樣的 但是 尤其是一件事情 這個風 暗示的一件事情 就是 英國和台灣 談好某些事情 很大機會就是界限 街南北的主權問題 即是 當年游慧晶帶過去的問題 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游慧晶是問過界限 街南北的問題 就是 那些人說 有個叫做 叫做 有個姓鈴的友仔 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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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件事 搞到很難倒 我不說那個人是誰 我想 游慧晶當年座是正確的 游慧晶做了兩件正確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 他用他的NP身份 寫信給英國國會議員 那是救命信 那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都說 第二件事由 慧晶NP做得正確的 就是寫信給台英文 他用香港人的民選 代表身份 問清楚 界限街南北的問題 因為他不死 這封信是沒有辦法 雙草庭序 而你看到英國和台灣之間的交往 是越來越密 這是事實 首先 現在的總統是英國讀書的 所以你看到一個彭文正的小朋友 這條這個混蛋 不斷說蔡英文是假學 我心想我頂你嗎 你知不知道英國的學歷制度 蔡英文是英國讀書的 所以他還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雖然那裏是左仔習慶營 專出左教的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LSE 他論 蔡英文在LSE讀DOTA 他是建立了一個英國的人物關係網 他是有辦法跟英國溝通的 所有事情 他亦都很熟悉英國人是怎樣做事 夠了 北歐民進黨都是相對歐陸的 其實相對歐洲的 做事 你見到蔡英文身邊很多人是用德國式做事的方法 這條文怎麼這麼德國 聞到這麼德國趣 當然的 德國讀書的 民進黨很X多人在德國讀書 德國讀書回來的 那些最重口味的那些 上到下借又連莊 你這樣莊國榮教授是什麼人 他沒有尼克大學的 那些人會問 為什麼莊國人這麼 就是他會咬 玩的是小歪歪的 為什麼這麼重口味 他沒有人欺負大學的 莊家大學在哪裡 德國白人洲 白人洲出現什麼 講講重口味 白人洲哪個不戴口 我都說有Crosplayer州長 都可以選出來的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德國的奇點 白人洲北屋都是這樣的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德國奇異的所在 對不對 他教出來這些人 有什麼奇怪 我完全不覺得意外 最重要是他博士為什麼 用德文寫 不是英文寫 是德文寫的那批 他真的差不多 人的詩或維方式 某程度上是德國化的 那些 OK 蔡英文本身這一對 已經是很歐陸的 相對 已經不用說 接著你這樣 你英國和台灣關係的進展 就是 之前將台灣駐台辦事 即是 駐台灣經貿辦事處 改名叫台灣辦事 其實已經半成認 你台灣的狀態 接著 十月 上個月左右 陳菊 見過陳菊 陳菊監察院長 這些人說 最多是說 表面上談人權問題 我心想 你眉眼都知道 不是談人權問題 為什麼陳菊做監察院長 其中的原因就是 要比一個高的位置 方便陳菊 幫蔡英文做很多談判的工作 你記住 陳菊在民進黨裡面的地位很高 其實 美麗島軍發大審的其中一個被審的人 那個 一輩子沒有結婚 就是奉獻給台灣民主運動 沒有人可以挑戰他的 他正在中硬部的地位 怎樣挑戰 怎樣挑戰 陳菊 他是新潮流系 對不對 民進黨最惡就是新潮流系 他就是新潮流系 你這樣客氣 你上個月很明顯是英 上次英國派人見陳菊 就擺明是 不是談人權問題 是談判一些重要的事情 這個盲都懂得看 然後你現在 你今天有一件事 某程度上 半旁敲側擊地去證實某些事情 立法院就成立一個人權的委員會組織 OK 趙責任就是黃定宇 那 執行副秘書長是吳爾開希 這個已經很重要 吳爾開希 這個人會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 在未來 吳爾開希不是普通人 他是八九民運領袖 他是不用說的 他是 維吾爾人也不用說的 他家裡和中共的淵源也不需要說 老實說 維吾爾人哪有漢化到這個地步 對不對 當時是顏州軍區 那些人 天方百計上保護出去 對不對 這個不用說 這個 然後 吳爾開希 他這次是有一個 差不多有一個半官方的位置 在台灣 合法院 OK 都算 然後 今天出席的會 那個成立大典 那個 英國是派出英 有派代表出席的 派使館人員出席 法國也是 那你覺得有什麼事發生 就是你看到 英法和台灣之間關係 是越來越密的 這個是很肯定的 你想想 這個背景 而英國是因為什麼 和台灣關係越來越密 就是很明顯 香港是成了刁 就是你 你解決了間限界 以南北的問題 那 那很簡單 對不對 就是總之 其實大家 有一個刁 我覺得台灣應該有共識 看香港問題 那 你跟著 你香港這麼戰略重要 對不對 就是我想 不只是派航空母艦 那麼簡單 就是如果是平權的問題 還要clear 某些事情 比如說 對台灣來說 平權後的BNO 當不當是 中華民國國民 我覺得應該就不當的 就是華僑都不是的 應該就 就是直接切割的 我覺得 都沒有辦法 要的 不然你BNO的地位 很難搞的 但是可能換來就是 譬如你說 就是 之後怎樣處理 譬如你沒有BNO的香港人 那些 的問題上面 國際怎樣協助台灣去處理 那些人 就是 我想 就是 香港人 一向都覺得就是 就是怎樣 BNO出現一個很奇怪的情況 就是 台灣 台灣 BNO在台灣是有英國領事保護權的 問題就是 法理上 BNO是當中華民國國民的 這件事很矛盾的 以後就沒有英國矛盾的事情 會清理的 也對的 那台灣就可以專注於一些 手足 沒有BNO的那些 就是BNO的那些 完全由英國去 照顧 那些是英國人來的 OK 也很好實說 就是 那個 有關 見不見了香港城 或者香港人 融洩入 就是BNO 融洩入英國的問題 我之後會再去討論 因為那是涉及英國國策的問題 我想 我閱讀英國國策這方面 就是之前我看過 我也跟大家介紹過 那份 那份 Document 他說 英國的國策問題 有些人是看英國 是看得不夠準的 OK 好多人都看得不夠準的 英國有一個國策的重大轉變 而 這次 英國的航母 是不是停泊台灣 不一定 但是一定有大事發生 應該是知道有些大事發生 這個我猜是 定向蛇咪的 這個消息 因為 如果有些事 如果真的去到 航母停泊台灣 老實說 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 譬如航母真的有消息 去停泊台灣 去到這麼老莽的地步 我猜大家 買定機票走 可能航母快來之前 你已經要買定機票離開 因為你不離開的話 基本上你還硬人質 你拿著VNO也變成人質 你拿著英國公民也變成人質 你不要說別的事情 你有居英權的話 你也要走 你不走 你去集中認 那問題是 我想 這次 英國航母停泊台灣 這件事 是相當特別的一件事 我猜 不是真的停泊台灣 但是 我猜是為 平權鋪龍 英台之間 可能有一個聯合聲明 可能是建交 可能是 就香港問題 有一個共識的聯合聲明 為日後香港歸英鋪號 因為香港歸不歸英 最終是看台灣頭的 那麼 香港歸英的其中 有一幫人最反對歸英那一幫 其實就是國民黨那一幫 那一幫叫中華民國交 你見到熱狗 很熱衷於反對歸英的事情 經常說一些古形精怪的事情 那一幫人 黃毓民那些 徒子徒孫來的 全員會奇心可諸 但是 現在 其實國際形勢就不管了 總之就是 只要確立到台灣的主權 獨立 我想台灣很多事情 在歸英這個問題 在香港歸英的問題上面 是願意共同合作的 這個是不用說的 所以如果你問 12月會不會有很大的公佈 有關BNO 11月 不奇怪 但是我還是跟之前講法一樣 如果一旦大規模BNO 是等於你要走 差不多 就算你還沒收到本BNO 你都應該要走 因為會封關 習近平會發瘋 而且不知習近平發瘋 而且 他派出航母這件事 隨時就是 我猜的真正原因就是 這個聯合公佈 隨時激勾中國 就是中國打算開片 那就是中國打算開片 那就是英台入 起終於 所以 我懷疑 這個直行庫治 誰叫他放風 又是日本 日本人叫的 日本政府 菅義委政府 又是 跟上次一樣 一模一樣 操作方法完全都是那些 尤其是菅義委那些人放棄球 看看有什麼事情發生 有可能最後有改變 有可能有改變 有可能是這條人不准 那他是放風用的 這條人 這條人是探風 看到不細色不去改 很奇怪嗎 這條人是做 這條人是做 軍事上他是做偵察 那你做 譬如你做哨的 你被人發現的 你也被人發現了 你都被人被人 swamp 那麼簡單 就好像 你外面 你走過去和他 對抗 你做哨的 你做哨的 你做哨的發現不妥 然後 不要走完 有的計劃 被人家創造 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哨來的 直行庫侍做的角色 是哨的角色 這個就是 應該是很清楚的 所以你說這次消息最後會出現什麼呢 最後版本會不會像報道一樣 我都覺得應該很大出入 但問題就是大出入還大出入 有大事發生就肯定 其實他告訴你有大事發生 有些大事發生 跟台灣和英國有關的 自己撿山 因為你知道香港人是實體的 但如果到今時今日 你仍然閱讀不到戰場發生什麼事 我真的覺得你很牙煙 這個處境可以很牙煙 叫做加速 有些人經常說不信支爆 現在你爆了 我還沒說蛋殼公寓 今晚我想說蛋殼公寓 蛋殼公寓那個真的是支爆 那個核彈來的 爆了 蛋殼公寓單就是繼續這樣搞下去 有氣體的 實在 共產黨一定搞不定的 蛋殼公寓單 我不知道當初為什麼 哪個猛X 怎樣 被人玩蛋殼公寓 玩到這麼 這些用我很多招 會出事的問題都被人玩了 一定有官員 為什麼要賺錢 你看到很多局勢的事情是千變萬化的 不只是特朗普 所以我本來不想每次都只是說特朗普 澳洲的 就去P圖 P出事 P到澳洲手上Morrisont 為什麼打算開拖 那單我還沒計 今天大佬 我四單 四單 我已經可以 四單擺放在這裡 今晚我已經 一起來 四單擺放在這裡 看得大家 發嘔吐 我還沒看見 這麼 大佬今天 錦音節 假期 今天是Cyber Monday 大哥 Cyber Monday 美國人們還沒起床 桌面上已經這麼X多 發生了 你不要只看特朗普和拜登的相爭 有些事情 如果這樣加速法 當特朗普不斷開拖 習近平又開拖 拜登上 我也不知道他的心臟是否頂得住 賀錦毅做 我也不知道他能否解決的問題 這是什麼局面 我都不知道這是什麼局面 我不知道 我只是這樣說 今天第二節到這裡 今晚暫定兩節 一節澳洲 一節蛋殼公園 自己倒閉吧 這個局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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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臨